然后我们翻开课版31页 那我们第一个呢 我们按软体这里面 有一个LibreOffice 我们选择文件 这里我们缩小一下 这个右下角这里 这里可以缩小一下 不会这么大 那我们今天练习呢 使用的是 这个ENG呢 改成一个叫新酷因 新酷因 这个字怎么念呢 撇 2 1 A 然后三升 撇 这个打完之后呢 我们把它反白起来 注意哦 这里是这样反白哦 按住滑鼠的左键 拉到这边 反白 再次 按住滑鼠的左键不放 拉到后面来 好 那我们把这个改成 22号字 拉一点 那我们按Enter呢 就可以换到第二行 什么是Enter呢 这个地方 这个 Enter呢 它就可以换到第二行 接下来会有一个 帽号 帽号怎么打呢 这个地方 注意哦 一定要新酷因 这里一定要一个中 然后我们有一个 顿号 讲错了 顿号 新酷因的时候 这里是要一个中 这里不能变一个A哦 你不能让这里变一个A哦 一定要一个中 注意 一定要一个中 那我们新酷因的时候 按这一个地方 它就会有一个顿号 有没有 就会有一个顿号哦 接下来会打一个逗号 逗号呢 我们就是 新酷因的时候 这里一个中 左手先按住 Shift 先按住哦 不要一起按 左手先按住 不要放 不要放 右手按逗号 那这里为什么没办法呢 因为这里 变一个A了 有没有 所以这里要再点回来 变一个中 才可以哦 按住 不要放 就可以打一个 全形的逗号 按 按Enter就可以换到第二行 接下来再打一个逗号了哦 OK 那我们等一下再练习呢 把这个标题 反白起来 刚刚除了变22 我们这里有一个A 注意 不是AB 这个 不是AB哦 是A的旁边 有一个小三角形 点一下 改变一个颜色 你等一下有改变颜色就可以了 A的旁边有一个小三角形 选一下 就可以改变颜色了 好 待会作业给老师检查完毕之后呢 就关闭 不用储存 好 这样就OK了 谢谢收看哟